申请进口准许 根据香港法例第132AK章 进口野尾、肉类、家禽及蛋类规例的规定 进口野尾、胃金肉类或无卫生证明书的肉类和家禽 必须获得食物环境卫生署的进口准许 现在,进口商可以透过食环署的FTP 以快捷方便的方式申请进口准许 申请进口准许 首先,请你先到我们FTP的主页 网址是www.ftp.cfs.gov.hk 接着输入食物商登记号码或获勿名号码 个人账户密码及已登记之流动电话号码后按下一步 接着你的流动电话就会收到一个一次食物码 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将那个一次食物码 同时传送去你已登记的电邮地址 例如当你没有带流动电话在身 以后需要登入FTP的话 踢选这个格就可以帮到你了 在方格内输入已传送到你流动电话 或者电邮地址的一次食物码 成功登入后 在系统左上角会见到你的中英文名 及食物商登记号码或获勿名号码 现在,让我们试下如何申请一个进口准许呢 网上申请的设计特色是采用了简单的导向方式 去帮助大家更容易提供申请资料 另外,亦都会配合图片去加强说明 让你更加清楚明白当中的内容 首先,我们选择想进口的食物里面 假设我们想进口野味 之后选择进口准许的图示 在这里选择建立新的进口准许申请 接着再按照画面的指示 去填入或确认所需要的资料 包括食物进口箱的资料 食物的来源地资料 到了第三部分 你需要输入进口食物的一些资料 包括食物说明及相关野味的学名 接着提供野味的陶宰工厂资料 如果我们的资料库 已经存有你刚才输入的工厂号码 或者工厂名称 系统会自动再入其余相关的资料 而不需要你再输入 这样就帮你省了些时间了 除了陶宰工厂之外 你也要提供加工厂的资料 输入方法跟陶宰工厂一样 完成之后就可以按预览和提交 你刚才提供的资料 就会在这里一次过显示出来 在你正式提交申请之前 让你再一次确认输入的资料对不对 如果要修改可以按修改去进行 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按确定 制作饭本的功能 给你储存刚刚提交的申请作为饭本 那就可以在下一次用回来做新申请了 多么方便 现在我们就示范一下这个功能 按了制作饭本后 只要为饭本输入一个你心目中的名称 再按储存就完成了 日后拿出来就很容易的了 使用进口准许饭本制作新申请 接着我们又试一下 如何用储存了的饭本去做新申请先 做法跟建立一个新申请一样 先选择进口准许的同事 之后选择进口准许饭本 在这里选择合用的进口准许饭本 然后按复制到新申请 说这么快大部分资料 就会复制到新申请的版面里面 之后你只需要看一下 有没有资料需要更改 如果没有就可以直接按预览和提交 在这里可以给你看回 有关这次申请的所有资料 如果想修改资料 可以按修改去进行 如果确认资料模糊 就可以按确定去下一步 之后完成确认声明再按提交 就是这样 新的进口准许申请就提交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同样 你也可以使用已发出的 进口准许以复制的方式 去做一个新申请的 已提交的申请记录 是可以在进口准许一栏下面找到 你也可以在这里 看看每个申请的内容 如果你想修改已经提交的申请 是需要用电话联络 我们的同事去帮你们跟进 我们的同事好多 density 就是我们的同事落到 搭路上找到